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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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宣造的经文 诗篇第138篇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们一起祷告 来提醒我们过不偏不倚的生活 因为那个是淘尼所喜悦的 保守我们今天 所有的敬拜与赞美 能够达到你的宝座前 蒙你的悦纳 我们这样简短祷 我们这样简短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用我们的诗歌 来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唱生命圣诗第278首 为信告主 我每日心高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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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靠主耶稣庞顾 靠耶稣每时每刻 靠耶稣度过岁月 无论日过不堪顾 只靠耶稣我主 求生命发出荒凉 早在果乱若心上 来如故事年跌倒 只靠主耶稣引导 靠耶稣每时每刻 靠耶稣度过岁月 无论日过不堪顾 只靠耶稣我主 如观灵感送福明 苦艰苦求主同行 欲为先宽主高谷 只靠主耶稣引导 靠耶稣每时每刻 靠耶稣度过岁月 无论日过不堪顾 只靠耶稣我主 靠耶稣 靠耶稣我一生靠主 每时每刻 靠耶稣渡过随便 无论欲或孤单苦 只信靠耶稣我主 我们唱想起你 心情低落的时候 想起你的温柔 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 风风雨雨的天空 盼望看见彩虹 是你冷点的折磨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会帮助我 还有什么困难的连弱我 想起你 我的心不再忧愁 生命再无恙 心情淒淒又落寞 心情淒淒又落寞 好像潮起潮流 你的慈爱终谁不能淹火 请你此生对我说 一生不离开我 给我恩典的承诺 每当想起你 想起你 想起你会帮助我 还有什么困难 不能哭过 想起你 我的心不再忧愁 生命再无恙 生命再无恙 有你陪我 生命再无恙 有你陪我 生命再无恙 有你陪我 生命再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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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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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我有丰盛预备 我必定义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 主的话与我必尊心 每一步要主的带领 我一生跟主向前行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麻那每天为我而讲 引领我失恋我 我活着单靠神话语 我一生的心事为良 阿娜每天为我而讲 朱黄耶路没地 我一生跟随主到底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恩典中 我心在耶和华的心事恩典中 心事奔天走 心事奔天而上 心事奔天而上 弟兄姐妹们 请大家起立 让我们一起来到 上一真神面前 我们同心祷告 坐在荣耀宝座上 的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真神 我们要来颂赞你 要来敬拜你 因为你配得一切的尊崇 一切的敬拜 一切的赞美 普天下都单向耶和华来欢呼 因为你眷顾我们 你牧养我们 你引导我们 我们是你手下的灵 是你草产的羊 有耶和华神 你为我们的牧者 引导我们走分身的道路 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 天父我们来献你 献上我们的感恩 也求恩主你 来预备我们 众弟兄姐妹的心 让我们今天 用我们的口 用我们的心 也用我们的生命 能够来敬拜你 特别求圣灵你 来预备我们的心 借着今天 何牧师要给我们 传讲的信息 让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 都有来自你的 敬前的一个智慧 我们感谢恩主 今天我们的 因着 先信耶稣基督 有得救的智慧 但我们每天的生活 我们每天的生命 的慰言 同样都需要 你给我们的智慧 就是帮助我们 提醒我们 每天都愿意 来谨守遵行 神你自己的话语 求恩主你 借着你的话 成为我们 每天脚前的灯 我们路上的光 让我们 能够从你的话语中 得到教兴 得到读哲 也帮助我们 能够行为 能够归正 在这世上 能够行公义 好怜悯 与神你来同行 求恩主你自己亲自来 引导我们 也来帮助我们 天父我们同样 求你给我们 有一个智慧 让我们明白 今天在世上 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 都属耶和华里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愿意 甘心 乐意 能够把财物 和初熟的果汁 能够奋向给你 来尊容你 恩主求你来 悦纳 今天我们弟兄姐妹 还有这个星期里面 我们奋向在你面前的 十分之一 还有其他的各种的 慈悔的奋向 也求恩主你来使用 这些奋向 在你的圣功上面 让更多的人 能够认恩 能够认福 也让更多的人 能够跟我们同样 开口来送赞你 恩主我们也为着 众弟兄姐妹 跟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每天的生活 的健康 我们的平安 也来恭敬仰望你 最近 安神的 新冠病毒的疫情 又在仿佛 求恩主你自己 特别来保守 看顾我们 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天 都有健康的身体 特别为着 那些在学校校园里 散学的孩子们 无论是在大学里 在中学里 在小学里面 都求恩主你 特别来眷顾他们 来保护他们 你也看过那些 每天需要出门上班的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都能够经历你 自己的恩典 你的信实 感谢赞美主 那愿我们今天的敬拜 门你自己的愿 让你的心 得到满足 让你的名 得到高举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弟兄姐妹们 请坐 下面我为大家 读出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 箴言第三章 一到十二节 箴言三章 第一节开始 我不要忘记 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 我的诫病 因为他必肩 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连速 与平安 加给你 不可使 慈爱诚实 离开你 要记在你 颈线上 刻在你心板上 这样 你必在神 和世人眼前 蒙恩宠 有聪明 你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 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 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 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 有智慧 要敬畏 耶和华 远离二世 这便 医治你的肚脐 滋润 你的白骨 你要以财物 和一切 出俗的土产 尊荣 耶和华 这样 你的仓房 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 有心酒盈意 我儿 你不可 轻抗 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 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 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 责备 所喜爱的儿子 下面我们一起 来诵读 今天的经句 今天的经句 在马太福音 六章二十一节 我们诵读两遍 请 因为你的财宝 在哪里 你的心 也在哪里 马太福音 六章二十一节 因为你的财宝 在哪里 你的心 也在哪里 马太福音 六章二十一节 感谢神的礼 今天有 我们迈城 进行会 的主任牧师 何俊华牧师 来为我们传简信息 有慷慨弟兄 为我们放逸 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可以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很高兴今天可以继续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记得今年年头也和大家分享过甄言的讯息 当时是分享甄言第一章一至七节 是甄言的承书目的 当时跟大家分享的是甄言的第一章一到七节是甄言的承书的目的 甄言第一章的正式除了承书目的之后开始就是八到十九节 表达的方式是父亲教导儿子的方式 是警告人禁止走上恶人的道路 跟着二十节到三十三节是一段小的插曲 用以人法来描述智慧 呼唤人要听他的教导 如果不是灾难就会临到自己 是呼唤人要听从他的教导 如果不是的话灾难就要临到自己 甄言第二章表达的方式又翻回去父亲教导儿子的方式 甄言第二章的表达方式 又回到父亲教导儿子的方式 鼓励儿子尋求智慧 因为智慧可以保守去脱离危险 鼓励儿子要寻求智慧 因为智慧可以保守他脱离危险 今天我们会由第三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思想一下 今天我们就从第三章的一到十二节一同来思想一下 第三章的一至四节是这样讲的 第三章的一到四节是这样讲的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记在你景象上 刻在你心板上 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重 有聪明 第四节最后三个字 中文译本译做有聪明 其实译做被赏识会更加恰当 那么第四节的这个有聪明三个字 如果是翻译成被赏识这三个字 是更加的恰当 意思就是说当儿子听父亲的说话的时候 在神在人面前得到恩宠和被赏识 意思就是说当儿子听从父亲的话的时候 就会在神那里得到恩宠和赏识 这四节可以说是这个段落的开场白 父亲提醒儿子要留心和实践教导 就可以得到祝福了 这四节可以说是第三章的开场白 意思就是提醒儿子 只要是留心和实践教导的话 就能够得到祝福 在没讲下去之前 给大家有个心理的预备 心理准备 在我没有讲下去之前 先给大家一个心理的预备准备 因为下面的内容 可能会带来部分弟兄姐妹不安 因为下面的内容 可能会带给一些弟兄姐妹们不安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 做得久 对某些经文的理解 已经差不多坚固了下来 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 时间久了 对某些经文的理解 会固化下来 但是当我讲下去 跟大家解释这两节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经文的时候 可能会破灭了大家过往的理解 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两节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的时候 就可能会破坏大家过往的对这两节经文的理解 这两节经文就是第五和第六节了 这两节经文就是第五节和第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我可以够胆说这两节经文 无论在中国人的基督徒 或者西方的基督徒都是金句 我可以放胆讲这两句经文 无论是对中国的基督徒 还是西方的基督徒都是金句来着 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寻求神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面的旨意的时候 就会引用这两节经文 当是神的应许 好多时候当我们寻求神对人的旨意上的时候 经常会引用这两节经文 并把它当成是神的应许 当我们越熟悉一两节经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没有留心到 那一两节的上文下理 当我们越是熟悉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在好多的时候 反倒是忽略了这两节经文的上文和下理 当我们读到第五节 说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 第一个的感觉 可能就是我们只要信靠上帝就可以了 当我们读到第五节 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 往往的感觉就是说 只要信靠上帝 什么事情就都可以了 神就会在众多的选择里面 帮我们去选择当中最好的一样 那神就会在众多的选择当中 会帮我们选择一个最好的 再加上这节经文的下半部分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再加上这个经文下半部分 说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就加强我们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不要想 只要祈祷交托 神就会指引我了 就好像给我们一个想法 就是说你不用想了 你只要是祈祷交托 那神就必定会给你出路了 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 是在乎一个对比 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 是在一个对比 一方面是说信靠耶和华 一方面是讲要信靠耶和华 另一方面是自己 或者信 或者依赖自己的聪明 另一方面就是说到自己 是信赖自己的聪明 那什么才叫做自己的聪明呢 那到底什么才是叫做自己的聪明呢 是不是真的不要用自己理性 去分析和思想呢 是不是真的不用自己的理性 去分析和思想呢 那我们要知道呢 第五节一开始讲你要专心 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五节一开始说 你要专心 其实专心在原文的意思呢 就是整个心 那么专心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呢 指的是整个的心 希伯来人的心呢 不是静止呢 是心理那个的中书 希伯来文的这个心呢 并不只是指整个心理的这个中书 也都包括了理性 甚至乎灵性那个的中书 也都包括理性还有灵性的中书 所以专心或者整个心呢 就不单止只是讲那个感觉 也包括了理性 特别在针言呢 很强调用个脑袋 作出理性的分析 所以专心呢 不单止的是感觉 更包括理性 特别在箴言呢 强调是要用脑袋 来做出理性的分析 其实呢 这两节呢 要跟着那两节一起来读 其实这两节呢 要跟着下面的两节一起来读 是一个连贯的思想 是一个连贯的思想 请帮手读出第七第八节 那第七节说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伊和华 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脂 滋润你的白骨 第五节提到要认识神 第七节提到要敬畏上主 第五节呢 提到要认识神 第七节就提到要敬畏上主 这两个这样的描述 摆在一起呢 在针言不是第一次这样出现的了 那么这两个描述 这样摆在一起呢 其实在真言当中 不是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呢 是第二章第五节 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的第五节 你就明白 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你就明白敬畏伊和华 得以认识神 另外在基督徒教为熟悉的一节呢 就在第九章第十节 另外基督徒们比较熟悉的是 真言的第九章第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第三章五节到八节 是一个连贯的思想 所以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是一个连贯的思想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和要敬畏耶和华是平衡的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与要敬畏耶和华是平行的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也是平衡的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也是平行的 自以为有智慧 和依靠自己的聪明 就是代表用自己的诡计 或者目的 或者方法去达到目的 自以为有智慧 和依靠自己的聪明 只代表用自己的诡计 或方法来达到目的 所以这几节经文的重点 是叫我们要相信上主 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去达到目的 所以这几节经文的重点 是要我们相信上主 而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去达到目的 所以在第七节 就加上了远离恶事 所以在第七节 就加上远离恶事 但去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第六节说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 都要认定他的 但是到这里 可能大家又要问 第六节不是说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吗 接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必指引你的路 接下来还说 更重要的一句就是说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是吗 是不是代表 神就会指引带领我们呢 是不是就说 神会指引带领我们呢 首先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认定他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认识他 认定他 在我们所行的路上 认定他 就是说 在我们做每一件事里面 都要跟上主 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意思是说 要我们做每一件事 都要和上主 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 要肯定他的存在 和尊重他的意见 要肯定他的存在 并尊重他的意见 当然啦 我想最容易令我们 我们有错觉的就是 第六节最后一句 他必指引你的路 当然我觉得 最让我们容易产生错觉的呢 是第六节最后的一句 他必指引你的路 在希伯来文 中文翻译做指引 那个字呢 是叫做亚沙 在希伯来文呢 这个中文指引的原文 是叫亚沙 这个字呢 其实不是 好像我们这样理解 指引这样的意思的 其实这个字呢 并不是说 我们所理解的 那个指引的那样 或者呢 当我们看看 以赛亚书 怎么样使用这个动词的时候 可能会帮到我们 更加理解的字 为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以赛亚书当中 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就会帮助我们 怎么样去理解 当然啦 一个字可以 有时候呢 是多过一个的解释 当然有的时候 一个字呢 他的解释会多过一个 不过亚沙这个字呢 就算你翻 希伯来文 那个词典呢 都其实除了在针言 或者有些的人呢 讲到 是会理解成为 是那个的指引 根本这个 不是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这个亚沙呢 如果看回希伯来文的话呢 除了这个 我们所看到的翻译指引 其实是不止 不止是这一个意思的 是 这个字呢 其实基本上呢 在其余的地方使用呢 都一定是翻译做 这么上下 就是这个 用以赛亚书 做例子是最适合了 其实这个字呢 其他的翻译方法呢 我们就看在以赛亚书 他怎么样来使用 你看到呢 无论在四十章三节 四十五章二节 和四十五章的十三节呢 都是译做修平 或者修直 所以大家如果看 以赛亚书的四十章三节 四十五章二节 还有四十五章的十三节呢 其实这个亚沙这个词呢 都被翻译成修平 所以呢 其实更加呢 在以赛亚书 也都是讲着呢 那个的授词呢 是用那个道路 那个的意象 所以呢 其实在以赛亚中的这个词呢 都在讲这个授词 是道路的时候 所以都是讲着呢 修平或者修直呢 那个道路 那么都是在讲修平 或者修直那个道路 另外呢 其实除了针言三章呢 针言的十一章呢 都有用到这个动词 中文和合语本 同样译做指引 那么除了这个真言当中的三章呢 其他也有这个十一章 也有这个字 那么中文呢 也是译做指引 在第五第六节呢 中文和合语本呢 是这样去翻译的 那么在真言十一章 第五第六节当中的这个 中文是这样吗 翻译的 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正直的义必拯救自己 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 和合本呢 将这个动词呢 翻译做指引 但当我们思想第五节 是一句平衡对句的时候呢 下一句是 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和合本呢 是把这个动词翻译为指引 不过当我们这个思想第五节 第一是一句平衡对句的时候呢 下一句是 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译造修平就更加合这个平衡对句 所以呢 翻译成修平呢 是更加对称这个平衡的对句 所以呢 无论针言或者是 就是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呢 都是跟我们讲的要留心 父亲对儿子的教导 或者是智慧的教导 所以无论是真言还是这一段的经文呢 他从上文下里看 都是要叫我们去留心 父亲对儿子的教导 或是智慧的 从来呢 没有暗示呢 上帝会在这些教导之外呢 给一些神秘的经验 而我们呢 去引证祂的心意 从来都没有暗示上帝呢 会在这些教导以外 给我们一些神秘的经验 所以这里 回来针言第三章呢 亚沙的意思呢 是代表呢 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 神就会修平或者修直我们的道路 所以我们看回第三章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就会知道亚沙的意思 其实代表着是 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呢 他就会修平 或是修直我们的道路 那么其实呢 我们将这个的意思呢 摆在整个三章一至十二节里面呢 是更加恰当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意思呢 摆回到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当中呢 就会显得更加恰当 因为呢 当我们去留心去读 第三章一至十二节呢 其实那个结构呢 是很清楚的 因为当我们留心读这个第三章第一到十二节的时候 这个就会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呢 是非常的清楚的 差不多可以这样讲啊 单节的经文呢 是一个分事 而双节的经文呢 是讲到呢 当我们去遵行这些分事的时候呢 得到的福气 那基本上呢 就是说这十二节经文当中 单节呢 讲的是一些迅事 那么双节呢 就是讲的是一些 当我们去遵守这些迅事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些福气 当我们去遵守父的法则 和戒命 我们就会长命百岁 比如当我们遵守父的法则 和诫命的时候 我们就会长命百岁 当我们去私行慈爱 和诚实的时候 就得到神和人的喜爱 当我们施行慈爱和仁慈的时候 就会得到神和人的喜爱 当我们专心仰赖上主的时候 道路就正直平坦 当我们专心仰赖上主的时候呢 道路就会正直和平坦 一会儿继续和大家讲下去呢 就是讲到 当我们敬畏上主的时候 远离恶事 身体呢 就得医治 等一下呢 我们就会再讲 当我们敬畏上主 远离恶事的时候呢 身体就能得到医治 当我们以财物来专荣上主的时候 农作物呢 就会丰收 当我们以财物来尊荣上主的时候 农作物就会丰收 而十一十二节呢 是一个的结语 讲到上主呢 是会管教他所爱的 那么十一到十二节呢 就是一个结语 讲的是上主会管教他所爱的 所以从针言一至到九章整体来讲呢 我们很难不去理解呢 其实三章第五第六节呢 是讲到 当我们凡事认定神的时候 神就会保守我们走在正路 以这条正路呢 是蒙去祝福的 所以从真言一到九章整体来看 我们不难发现 这个三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呢 表达的是 当我们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 神就会保守人行在正路当中 无论如何呢 三章五至六节呢 不是讲到 神应许人呢 给到人个别的旨意去带领他 那么无论如何呢 三章的第五到第六节呢 并非是神应许给个别人的指引前路 其实呢 是在没有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问 为什么要去寻求神的旨意 是的 你快过 当我们去未问神的旨意之前 我们首先要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呢 会不会是其实呢 我们用了一些 好像是我们民间信仰的一些思维 所以说我们在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之前 其实我们应该先问问 为什么要寻求神的旨意 而不是说民间的一些信仰的思维 因为呢 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可能你有些背景 是以前中国人的民间信仰 我们都会求神问博的 因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 根据我们中国人以前的这个民间的信仰呢 你都会求问神的 是吧 那所以呢 会不会我们将这个中国人民间信仰思维 有时带了到基督教里面 所以呢 通常会把这个中国人这个民间信仰的思维 会带到这个基督教里面 将这个思维呢 所谓叫熟灵化 以前呢 就问谁谁的偶像 现在就问神 那么将这个 是属灵化的做法呢 就是好像 以前呢 是有什么事情 就要去问这个民间信仰的什么神 当你去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 其实你最终 你的关心 是不是想自己 自己选择得最好的选择 那当你去求问神的时候 你的关键是不是希望能捡到对自己来说最好的那一样 自己得到最大的益处 自己得到最大的益处 还是希望呢 其实神呢 能够得到荣耀 还是希望神能得到荣耀 所以有时呢 我都会和弟兄姐妹分享 不是神呢 指你做哪份工 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跟弟兄姊妹们来分享 不是说神去指引你做哪一份工 甚至我大胆地说 你做这份工和做那份工 神在不在乎呢 我都怀疑 甚至我可以大胆地说 你做这份工 到底是不是神在意呢 都值得怀疑 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样做那份工 最主要的就是你怎么样去做那份工 你做那份工的时候 能不能够在那份工作里面荣耀到神 你做那份工的时候 能不能做到在那份工里面能够荣耀的神 另一方面 同一人讲下去都有关 就是当我们做那份工 赚到金钱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运用那些金钱 另一方面 当我们都会讲到 当你做那份工 获得金钱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荣耀神 其实很多时候的重点 不是我们找不到神的旨意 其实重点不是说 我们找不到神的旨意 而是当我们去明白 去具体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和进行 而是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去遵行 这个才是针言主要的教导 这个才是真言主要的教导 尋求上帝的旨意 不需要有很神秘的经验 寻求上帝的旨意 不需要有很神秘的经验 特别从针言里面 神的旨意往往很清楚 特别是在真言里面 神的旨意往往是非常清楚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 将我们的事情 是完全交给神 信得过神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把所有的事情去交给神 信得过神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行在祂为我们所预备的正直的道路上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 行在神所指给我们的正义的道路上 这个是针言不断的教导 这个是真言不断的教导 我们是否愿意在每一件事上 都有上帝的同在 我们是否愿意在每件事上 都有上帝的同在 在每一件事上 都认定祂 肯定祂 和跟随祂的喜好来生活 在每件事上 是不是愿意去跟从上帝的喜好 旨意去遵行 针言三章五节六节 教导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真言的三章五到六节 让我们专心仰望耶和华 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面 要认定祂 祂就会修平我们的道路 在一切事情上 只要认定祂 祂就会修平所有的道路 这个福气是鼓励我们 去专心仰赖耶和华 要信得过神 这个福气是让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 要信得过神 第七节第八节 教导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第七节第八节就是让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但是要仰赖耶和华 远离恶事 就会有医治 就会有医治临到我们的肚脂 即是肚脂是表示全身 那么就会有医治临到我们的肚脂 那么肚脂表示的是全身的意思 有滋润来到我们的骨落 有滋润来临到我们的骨骼 那么福气是鼓励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那福气就是鼓励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我们再看下去第九第十节 我们再接着看第九节和第十节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有心酒盈意 第九节是针言当中少有提到宗教细节的教导 这个第九节是针言当中 很少见的谈到宗教细节的教导 当然这里是讲到在旧约的时候 一个奉献的议象 当然这里讲的是旧约提到奉献的时候的一个意象 其实针言其他提到宗教细节的经文 多数都是负面的 其实针言多数提到宗教细节的经文 大都是负面的 今天列几节出来给大家去思想一下 那么今天就列出来几节给大家来思想 第十五章第八节是讲到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真护 正值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比如十五章第八节就讲到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证悟 政治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我们读圣经 我们要懂得特别读针言 要明白那个重点在哪里 那么我们读圣经读真言 要明白它的重点在哪里 这里虽然有提到献祭和祈祷 但其实的对比不是这两样东西 虽然这里提到献祭和祈祷 但是不是对比这两样事情 这两个都在敬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所以这两样都是对和好的东西 这两样事情都是敬拜当中不能缺少的部分 那应该是好的 所以对比的其实是恶人和正值人 其实对比的是恶人和正值人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恶人做些正确的事 都是为耶和华所恢复 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恶人 做出来一些献祭和祈祷 其实都是为耶和华所证悟的 所以问题就是是怎样的一个人 所以问题就是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二十一章第三节讲到恶人意公平 比起献祭更蒙耶和华越纳 那么二十一章的第三节就讲到 行人意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越纳 我想这个的意念我们熟悉一些了 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 或者在撒母义记都有相类似的观念 那么大家可能对这节经文是有一些熟悉的 因为在先知书和撒母书记里面 都有这样的经文 意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意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讲到恶人的祭物是可真的 何况他传恶意去献呢 那么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讲到 恶人的祭物是可证的 何况他存恶意来献祭 针言在这里没有讲到 怎样存恶意去献祭 那么真言这里没有讲到 怎么样存恶意去献祭 很可能是讲到 有外在的宗教的表现 但是里面传着有另外一个的目的 那么很可能讲的是 外在的有宗教的表现 不过里面却有另外的目的 这节针言没有讲那个目的是什么 不过其中一个可能的就是献祭的人 想告诉人家 我是多么敬虔 那么这里的真言没有讲到这个目的是什么 但是很可能讲的是献祭的人 要告诉别人 他自己是怎么样的虔诚和敬虔 二十八章第九节讲到 转意不听律法 或者亦组不听教导 他的祈祷都是可真的 那么二十八章的这九节就讲到了 转而不听律法 或者说是翻译成不听教导 那么他的祈祷也是可证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讲到 整体来讲是耶和华 不起遇恶人献祭 所以整体讲到的是 耶和华他不喜欢恶人献祭 那么为什么恶人都会献祭呢 那为什么恶人都会献祭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做基督徒当然是一件快乐的事 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基督徒当然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基督徒也都要活在群众当中 当然现在疫情底下是比较难一些 那么基督徒其实也都要是活在群体当中 不过现在这个疫情之下 这样就比较难 一个人怎样去走去基督徒的道路 内心是怎么样呢 没有人知道的 那一个人如何走他基督徒的道路 他的内心是没有人知道的 每一个的基督徒当活在群体当中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自然有一个合适的表现出来 那当每一位基督徒他活在群体当中的时候 自然而然都有一个合适的表现 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别人眼前去表现的时候 是成为我们的重点 而不是我们的心向着神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当我们如何在别人的面前表现的时候 在群体当中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神 所以很容易有一个危机 做基督徒就被做得久 做到一个很多人都认识你的基督徒 或者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你的外在表现反而是比你的内心 所以有一个危机就是说 当一个人做基督徒做得久了 或者在团体里面的时间久了 你的外在能不能真正是你内心的表现 所以希望不会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成为一个恶人仍然去献祭 那希望我们都不要去到那样一个地步 本质上是一个恶人 但也去献祭 我们回到真言第三章九至十节 那么我们回到真言的第三章九到十节 在这里提到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的和话 那这里提到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以赫华 当中可能提醒以色列人 有关奉献的条文 提醒他们信靠和敬畏耶和华 不只是内心的表现 都要有外在的行为 那么当中可能提醒以色列人有关奉献的条文 也提醒那些信靠 这个耶和华的会众们 不只是有内在的感受 也应该有外在的表现 所以刚才看的那些经文 似乎就强调过内在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所以刚刚的那个经文强调的是你的内在是一个怎样的人 但是在这里真言第三章呢 当讲完要去敬畏神 讲完我们要认定神之后呢 又讲到我们都要有外在的表现 所以真言在这里第三章讲到你怎样去信靠神 怎样去认识神呢 也都有强调有外在的表现 在旧约的时代 你是否真是用初熟的土产去尊荣耶和华呢 其实差不多是你知道的 那么在旧约时代呢 你是不是真的用初熟的土产去尊荣耶和华呢 是你自己知道的 其实今时今日 你是否忠心的去金钱奉献 某程度上都是你知道的 那么在今天呢 其实你是不是真的是忠心的用金钱去奉献呢 都是你自己知道的 所以今日我们读的金句呢 是新约耶稣的一番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的金句呢 是在新约当中耶稣讲的一句说话 耶稣说呢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那么耶稣说呢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在真言这里呢 初熟是象征着最好的意思 那么真言当中这个初熟呢 象征的是最好的意思 不单只是献上 还要献上最好的 不但是要献上 而且还要献上最好的 我们献给神的不是有余有胜的 我们献给神的呢 不是自己剩下的余下的 有余有胜那些叫施舍 那么你自己有余有胜的呢 那叫施舍 施舍呢是不能够尊荣耶和华的 施舍是不能够尊荣耶和华的 第十节呢 又提到你的仓房呢 会充满有余 你的酒渣呢 有身酒盈日 第十节又提到了 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 有心酒盈意 这里呢是讲到 农作物的丰收 这里讲到农作物的丰收 这个当然是一个福气 这当然是一个福气 但是这个福气呢 是一个的推动力 去鼓励人呢 要以财物和初熟的土产 来尊荣耶和华 但是这个福气呢 其实是要鼓励人呢 要用这个初熟的土产 来去尊荣耶和华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能够有初熟的土产 我们能够有财物 本身也是神的祝福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有初熟的土产 本身都是神的祝福 其实这两节经文呢 跟上文呢 不是完全无关的 那这两节经文 跟上文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如果我问你 金钱在你的手好一些 有安全感一些 还是在上帝的手中 你有安全感一些呢 那如果我问你说 金钱是在你自己手里呢 有些安全感呢 还是交给上帝有安全感呢 当然呢 如果从一个熟世的人的角度 当然是自己拿着钱 有安全感一些 当然从一个熟世的角度 人通常会想 钱在自己手里 当然是最安全的 不过呢 从圣经的看法 从圣经的教导呢 不是这样 但是圣经呢 就有教导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今天读的 金句马太福音第六章 二十一节呢 上文耶稣是这样讲的 其实我们今天读的 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二十节上文 是这样讲的 耶稣呢 耶稣呢 说呢 不要为自己呢 去积赞财宝在地上面 因为地呢 有虫咬 会受坏 耶稣说说 不要为自己积赞财宝在地上 因为地上有虫子咬 能够绣坏 又有财呢 挖洞呢 来偷 还有贼呢 挖洞来偷 我们呢 要积赞财宝在天上面 因为天上面没有虫咬 不会受坏 又没有财呢 挖洞来偷 我们要积赞财宝在天上 因为天上呢 没有虫咬 也不能小坏 更没有贼挖洞来偷 然后耶稣才讲一句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都在哪里 然后耶稣才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是需要信心的 因为我们是信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是需要信心的 因为我们信赖的是耶和华 不用我们自己的诡计 不用自己的一些手段 来达到目的 是要信心的 不是用我们的诡计 或者是一些手段 来达到目的 而是需要信心的 同样以财物和初熟的土产 来尊荣耶和华 都是需要信心的 同样以财物和一些 一切初熟的土产尊荣上主 耶和华也是需要信心的 将我们的钱 我们的资源 那么在疫情之下 我都想特别提到 如果弟兄姐妹们 有可能的话 都要做一些 这个 Charity 所以一个慈善的事情 我最近看过一个报告 它说在疫情底下 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我最近看了一个报告 在新冠疫情下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它说 Millennials 香港人就叫做 80后 90后 国语有没有这样说的 总之叫做 20多30多岁的人 Millennials 那么这个报告当中提到 这些千禧一代 就是二三十岁的 这一代人 他们比起 Baby Boomers 在这个疫情底下 做更多慈善的事 那么他们比起 Baby Boomer 应该是五六十年代 这一代的人 他们在疫情底下 更多的做慈善 根据那一个报告 它说 有94% 94%的Millennials 在疫情底下 有做过 这些Charity 慈善的事 那么报告当中 指出来 有94%的千禧一代 在疫情之下 有慈善的这些举动 相对年纪大一点 还看过钱看得紧一点 就更少去做这些事 相比之下 那些年纪大的一代 反倒是 比较少地做慈善 看自己的钱 所以可能我们年长的 我都不是很年长 但可能你还年长过我 是不是 那么就要从年轻人当中 学习都不定 牧师呢 他说 他年长 当然可能有些人 比牧师 比牧师还年长呢 可能要向这些年轻人 来学习这种慈善的精神 好 我们最后看完最后两节 我们最后来看最后的两节 11、12节 11和12节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针言第3章1至12节 这个段落的结语提到 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那么曾言的3章 最后一个节语是提到 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当我们眨眼看 好像这两节 跟之前的10节 有少少不是很相关 当我们乍一看的时候 觉得这两节 跟之前的10节 好像没有什么关联 但是当我们细心去思想的时候 其实耶和华的管教 可以在言语上面 针言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去改正自己不对的地方 那么当我们仔细想一想的时候 就知道耶和华的管教 是可以是言语方面的 透过真言 来让我们改正 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 但按着上文下理 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 那么按照上文价礼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 上文是提到很多福气的 上文是提到很多福气的 但是管教 其实也可以说到 当信徒是处于逆境下 都可以是管教 那么管教的意思 另外一层就可以理解为 就算是信徒处在 这个逆境的时候 都是可以管教的 但是当信徒 神的子民或者基督徒 就可能会问 那么如果我是处于逆境当中 那我是不是代表 我是走着恶人的道路呢 那么神的基督徒 他就会问 那如果说我是处于逆境当中 是不是意味着 我正在走那个恶人的道路呢 有一样东西我发觉很有趣的 有件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如果我问弟兄姐妹 罪恶和苦难有没有关系呢 有时候我会见到 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答案 有的时候我如果问弟兄姐妹说 罪恶和苦难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答案 很多弟兄姐妹觉得 没有什么关系的 比如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多弟兄姐妹说是没什么关系的 比如说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有趣的是 如果我们从旧约去到新约呢 其实圣经都不断重复呢 罪恶和苦难是有着 就是不能够分割的关系 但是当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呢 我们看起来的时候 在很多时候呢 圣经里面讲这个 罪恶和苦难还是有所关联的 虽然呢 不是每一次都有必然的直接的关系 虽然有的时候 不是每一次都有必然的这种关系 那有时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 有时想起新约耶稣都对着一个核子 他说呢 对着门徒解释 他的核眼呢 不是他父母的罪 也都不是他的罪 比如说耶稣有一次对着一个瞎眼的人 他说你这个眼瞎呢 都不是父母的罪 当然呢 在过一个的情况下呢 耶稣是想从那个人身上呢 带出一个的信息 那当然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其实耶稣是想从那个瞎眼的人身上 带出一个信息 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否定到呢 罪恶和苦难呢 有关系的 但是耶稣也从来没有否认过 罪恶跟苦难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当我们处于疫境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反问 所以当我们处于逆境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反问 究竟是不是神是管教我呢 究竟是不是神正在管教我呢 当一个群体 甚至乎一个国家 在疫境当中 同样可以有这个反问 那么在对于一个群体 或者一个国家呢 来说呢 同样也可以有这样的反问 甚至乎现在在疫情底下 整个世界都应该有这个反问 甚至在这个 现在的疫情之下 整个世界都应该有这样的反问 当然我们未必那么容易 找出那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当然我们未必很容易就能找到 这个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是在这段经文呢 更加宝贵的是什么呢 那么这段经文 它更加宝贵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算在疫境当中 不代表神是放弃了你 不是代表神是放弃了这个群体 就是即便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呢 不代表神放弃了你 或者是神放弃了一个群体 因为这个管教是出于爱 因为这个管教是出于爱 父亲责备儿子是出于爱 父亲责备儿子是出于爱 耶和华去管教他的子民呢 都是出于爱 耶和华去管教他的子民呢 都是出于爱 所以无论我们在顺境逆境底下 盼望呢 我们都能够有这个敬虔的智慧 所以我们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下呢 都应该有一个敬虔的智慧 我们一直的学习在每一件事上面 都认定神 我们肯定神的旨意 我们要学习 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都要认定神 去肯定神的旨意 不要用自己的诡计去达到目的 不要用自己的诡计去达到目的 我们无论在顺境逆境 都以财物和初熟的土产去尊荣神 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呢 我们都应该用初熟的土产去尊荣神 当我们在逆境底下 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信仰 我们要知道 可能是神对我们的管教 而祂的管教是出于爱 那么在逆境下呢 我们都不要放弃 我们都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管教 神的管教也是出于爱我们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神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 神啊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 愿意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你的话语来藏在我们的心里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人 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一方面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真是有一个敬虔的心态 一方面我们的内心里面 真的是有一个敬虔的心态 另一方面当我们能够表现出去的时候 我们都有敬虔的表现 那么另一方面 当我们有机会表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敬虔的表现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奉基督耶稣圣明祈祷 奉基督耶稣圣明而求 阿们 我们唱回应诗歌 生命圣诗第458首 献祭于主 我们唱第三第四节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 翻唱一首歌 愿我不尽先心仪 不畏自己流分文 我光阴全会主流 我光阴全会主流 赞每个声哟不停 愿我一声听主名 放弃几肩随主心 我心成为主宝座 愿你主帮我心中 愿你主帮我心中 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仍然有机会 我们能够在一起 互相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我们也欢迎弟兄姊妹 能够每一个主日 能够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 能够看到我们每个主日的程序单 其中由程序单中 有我们每一个主日的 具体的一些信息和报告的内容 另外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晚上七点半 我们也是希望弟兄姊妹们 都能够尽量安排时间 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也希望小组的组长 团区的团长 包括施工部的同工们 我们每个月都尽量能够 安排时间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个人 包括我们家庭 包括我们神家的需要 我们都一一的带到神面前来 向他祷告 另外奉献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 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们 都可以用我们合一的方式来奉献 也可以是网络的电子的方式 也可以用邮寄计票的方式 假如说我们只能够用现金奉献的方式 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周夜到周五 来到教会把你的封献投入封献信箱 我们很高兴 我们国语堂有三位弟兄姊妹 就是邓弟兄和张姐妹夫妇 以及黄炎姊妹 已经在我们教会的户外的场所 完成了洒水里的洗礼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在这个洗礼这方面呢 也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所以我们看到邓弟兄和张姐妹夫妇 他们是在十月十号周六的上午 完成了这个洒水里 另外黄炎姊妹是在十月十一号 主乐的下午完成了这个洒水洗礼 所以他们也将于十月二十五号 就是下一个主乐 在崇拜当中呢 我们会占门有一个视频 来分享他们的洗礼见证 愿神也带领他们继续在主里面 不单的追求和成长 另外呢我们国语堂在十月三十一号 就是在这个十月的十月底的 最后一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半 我们有一个福音的奉献会 我们也是一起的在思想 在疫情当中我们如何来继续的来 为主做见证来传扬福音 我们也是从其他的教会 江平牧师他也是在一个经信会 给我们分享他在疫情当中的转机 我们也看到神给我们关了一扇门 但是他又给我们开了一扇又大又宽的门 我们在这个期间如何来继续的来 为主传福音 我们也是希望借着神的话语能够来提醒我们 也能够帮助激励我们弟兄子民们 我们如何来进一步向我们的亲人 包括你的儿女 你的父母 你的长辈 甚至包括你的亲友朋友 如何来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也希望教会每个团契和小组的弟兄子民 我们都能够注意预留时间来参加 另外每年我们教会都有这个儿童的圣诞协和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儿童的圣诞协和 能够向一些有困难有需要的儿童 能够送上我们的祝福和神的爱 所以假如说弟兄子民可以自己可以制作这个鞋盒 或者是你不知道如何做可以到教会来述取 时间是周一到周五都可以 你做好了鞋盒也能够来教会来教会 这个上面呢都写着就是我们进的时候呢 从北面的侧门按门铃进入 是一些桌子上专门有桌子来摆放鞋盒 那即止的时间是11月13号 假如说我们是第一次预备这个圣诞协和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到网上的程序单中 有一些具体如何来包装 如何来贴这个鞋盒的一些这个标帖的 一些具体的说明 希望弟兄子民能够来上去了解 好那下面我们请弟兄子们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来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是你的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下支援 我们下支援 天上万君也曾祖义 同心将被父子生命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其爱 圣灵的感动 常有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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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多长圣国 让主知事先